一命二运三风水,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,今天呢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凤凰命的命理特征,生活中呢我们不能发现有些女生的命特别好, 一出生就能够降生在富贵之家,成为备受宠爱的小公主,又或者能够有幸从穷苦人家嫁入豪门,一招飞上枝头变凤凰,一生锦衣玉食,从命理角度分析,我们称这类人为凤凰命,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辨别一个人是不是凤凰命呢?凤凰命的人具备哪些命理特征呢?小酱汁今天就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讲解一下。 一,凤凰命的相学特征,一,额头高广,额头在面相中代表的是女人的早年运势与事业运势等,而女人的额头长得高广明亮,形状圆满,则这样的女人条件非常优越,婚后的事业运与财运都会非常不错,丈夫的权力和地位呢也会相当的高。 这样的女人无论是早婚还是晚婚,都能够得到丈夫的注意,日后呢也可以嫁得非常的不错,天生就是凤凰命,不会为过衣食而发愁的生活。 二,鼻头浑圆。 在相学中呢,鼻子代表的是财运,而颧骨代表的则是权力。 若女人的鼻子与颧骨相配得宜,一般这样的女人做事非常有魄力,有主见,形势方面呢也非常麻利利落,事业心比较强,是丈夫的得力助手。 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嫁不嫁富豪,自己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,注定能够成为人上人。 四,下巴肥厚。 下巴位于面部的夏亭,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财运等等,而女人的下巴长得丰满有肉是夫妻的象征,而且一般下巴长得越是肥厚丰满,这样的人呢日后就越容易积累财富,必定能够把家庭料理得非常不错。 女人的下巴长得丰满,预示着女人的晚年运势比较强,一定能够得到子女的孝顺,万尽有保障,儿孙满堂生活过得一世无忧,就算是整日打麻将也不愁。 五,眉清目秀。 女人长得眉清目秀看起来非常的有灵气,这样的女人多半变相,长得都会非常清秀,福气比较深厚,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呢,都能够遇到自己心满意足的结果。 一生的发展较为顺遂,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非常如意,命中必定会有贵人相助,一定能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 所以这样的女人往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。 六,耳珠圆圆。 女人的耳珠长得好坏与女人的福气的象征。 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圆而且有耳珠,则这样的女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旺盛,命中呢也会有贵人相助, 天生就能够望复新家,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。 而且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厚,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己的耳珠也会拉长。 则这样的女人运势非常的富贵安康,儿孙呢也会孝顺懂事,身体健康长寿。 七,天中有极致。 天中是指发际线正中央的位置。 如果这个位置隆起来,则说明这个人运势非常的好,能够得到家里人的帮助和信任。 如果这个部位有志的是一个男人的话,则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工作运,能够代表将来事业有成,工作顺利,而且是会一辈子富贵,不愁没钱花。 如果这个部位长志的是一个女人,就说明她为人很活泼乐观,天生的一个乐天派,而且特别的好动,大家都很喜欢跟她亲近。 命中呢也会遭遇一些贵人,可以说呀只要自己努力,前途会一片光明,受到很多人尊重,到了晚年还可以享受天文之乐。 八,薄厚有志。 一个女人如果脖子后面正中央有志的话,则是望夫的象征。 薄厚有志代表着有靠山,而且工作生意方面都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。 这种人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很不容易。 这种女人在生活上能嫁一个很有潜力的人,老公在事业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。 有这种薄像的女人特别有领导能力,会把公司打理得很好。 虽然已经这么好运了,但是还是不能够放弃,要接着努力,让贵人来提升你的运势。 三,耳垂长志。 耳垂长志可以看出她有没有福气。 有句话说的好,有福气的人耳垂又大又厚,这种耳朵呢被称为耳有垂珠。 如果还能再长上一颗痣的话,财运非常的旺,好运时常围绕在他们身边,而且财运多多,事事如意。 这种面向的人很乐观,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。 只要你做事够勤快,那么相信好运会在你的身边一直不断,而且得到贵人的帮助,运势上面大大增加。 这种面向的人也特别会守财,能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富豪。 二,凤凰命的生肖有哪些? 一,肖鼠女。 鼠鼠的女人精明能干,居家贤会排第一,在内无所不能,在外也是八面玲珑。 属鼠女,智慧过人,甚得公婆欢欣,也最容易得老公宠爱,在和谐的家庭关系中更能忘夫,事业上的挫折都能够被他们一一化解。 婚后数年间悄然致富,他们的凤凰命也体现在这里,能够让这个家庭蒸蒸日上。 二,肖龙女。 鼠龙的女人是美丽和智慧的结合体,她们的个性十分要强,而且处事周全,及所有女性的优点于一身。 三,有着凤凰一样的魅力。 更有一辈子不减的忘夫之力,总能失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双丰收。 娶了他们的男人能够感觉到财富在日益地积累着,运势不济的男人也是因为娶了鼠龙的老婆而扭转了美运。 可见呀,凤凰赵命一说,对于鼠龙女而言,就是与生俱来。 三,肖狗女。 属狗的人,她们的出身一般比较普通,而且性格质朴平淡,对于生活执着,虽然不是一个浪漫的女友,但绝对是个适合居家的好老婆。 她们的凤凰命总是越老越旺,事业在中年后达到顶峰,她们的老公总是在满满致富,厚福无穷。 哪怕结婚头几年还过着穷日子,但到了40岁前后,家庭能够走向富裕。 三,凤凰命的八字特征。 一,日助为作财运。 女人如果拥有凤凰命和贵人运,这辈子多能够飞黄腾达,富贵加深。 看一个女人是否有凤凰命,需要看她们的出生日助。 如果一个女人的出生日期日助的天干地支为甲子、林子,那么如此八字格局的女生,此生财运亨通,财富、运势、事业、婚姻都会非常地顺利。 特别是财运特别好,从小就集聚精伤头脑,长大之后呢,在求财之路也是非常地聪明。 求财顺利的她们自然可以成就她们的凤凰命格。 二,日助特殊,且走大运。 日助对于此生命图的影响很重大,一个女人是否会拥有凤凰命与日助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。 不过如果一个女人的八字日助的格局比较特殊,而且偏走大运,那么这样也是属于凤凰命的女人。 这样的女人一生当中都会不断有贵人帮助,作为她们的指路明灯,引领她们走向更好的人生。 三,八字关心,做路尾。 女命八字中的关心为丈夫,陆位与财运相关,如果女人的八字中呢,关心位于陆位之上,则说明其命非常旺夫。 这种八字的女人就是属于凤凰命的女人,因为命中旺夫,所以备受丈夫疼爱,可以获得如意的婚姻。 婚姻幸福的女人一生都会格外的幸福与美满,而八字棺材,坐于陆位,不仅旺夫,财运呢也非常的好,可以是属于又旺夫又旺己的女人。 听完小江之老师讲的这些,你都了解了吗?你是这样的凤凰命吗? 如果没有,也不用灰心,靠后天的努力,自己也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记得给小江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,小江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